大名鼎鼎的巴雷特,其实是一系列枪制,有多个型号,单纯的列出数据,似乎没太大意思。 结合一些是战粒子,说说它的威力吧。 12世纪90年代,北爱尔兰共和军,利用巴雷特去击英国军队,12.7毫米子弹能像丝纸一样穿透防戴衣。 二人狙击手Michael Carrico共打死7名英军和2名警察,他用的就是巴雷特,墨西哥毒贩最喜欢用巴雷特狙击警方的防弹车。 防弹车在这种大威力弹头下,几乎没有什么反抗力,其实,对于反器材狙击步枪中的佼佼者来说,巴雷特简直就是专为破坏军用器材及物资而设计。 他还可以应用穿甲弹,爆裂量,高包子弹,远程狙击弹等,一般的装甲输送车都扛不住。 被缴获的墨西哥毒贩的巴雷特M99,要人撑目击在1600米外,一名爱富汗塔利班高官,在护送进入车内的途中,被M82撕成两半。 一名射手曾射杀了1400米处,一个手持火箭筒,正向水塔上爬的目标,命中之后,那名士兵的上半身掉了下来。 传奇的一次狙杀二世代的伊拉克,狙击手Spin Record,使用M82A3狙击步枪,为前方遭遇袭击的14名海志陆战队员提供火力支持。 他描述了1600米外,一堵围墙后面的恐怖分子,开火后步枪发射的Mark 211穿甲燃烧弹在围墙上炸开个大洞,碎片如同现在一样横扫,从瞄准里看到围墙背后的一堵墙瞬间被染红,一击三杀,三个恐怖分子同时逼命。 纪录片中巴雷特船墙,射中三个恐怖分子,L115A3步枪,最远距杀距离2475米,口径8.6毫米,赶不上巴雷特,你莫非以为能射到2815米,就已经到了该枪的极限。 其实,在巴雷特系列枪之看来,没有什么是不可能。 资料显示,美国巴雷特公司研发生产的M82A一致大射程达6800米,单价达12,050美元,射程和单价都够牛的了,但现已停产。 后续型号M82A3,口径50BMG12.7星99毫米,总长1447.8毫米,单价实发,重量14000克,枪口出速853米每秒,准确有效射程了1850米,最大射程6800米。 大家,一万两千零五十美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